如果我的父親沒有辭職 我想同樣也是法律系畢業的他 比我還更有資格 能夠獲頒名譽法學博士的學位 富邦集團董事長蔡明忠 獲頒台大名譽博士 感性提到父親和家人 富邦盡控董事長蔡明星 也特地幫哥哥站台 川普上任之後 您怎麼看臺灣的位置 我們來看一下 蔡明忠蔡明星兄弟倆看川普 重返白宮對全球經貿的影響 竟然不同調成為意外插曲 初期的企業大佬 還有廣大董事長林百里 宏基創辦人施政榮 以及立即店董事長黃崇仁 因為這麼多年我們還在這裡 所以每次來換一個總統 我就說這川普是怎麼樣 拜登怎麼樣 其實都是這樣的 黃崇仁對臺灣高科技產業有信心 只說美國總統換誰當都不會有太大影響 倒是蔡明忠在典禮後透露忐忑不安的原因 畢竟美國震驚局勢對於全球經濟 牽引法動全身 臺灣身為半導體產業核心 難以置身事外 三星期晚張庭祥 伊麗婷台北報導 是暫時代的 我先來沒有做什麼 沒問題 啊 我先來看